人家是肯定你才會來邀請你嘛 那我自己覺得擋徵兆 我沒有這個說不得權利啊 我和我太太是期待這樣 然後就是卸任之後 如果可以 其實我們在最原先 有一度希望能夠帶孩子到美國去念書 甚至於我們都做了一些功課 不過兩年前我們開始準備這件事 但是兩年前發生了疫情 所以就都停住了 所以這個就 有時候人生就是如此啦 你沒辦法做太多的這種規劃 尤其是政治工作者 因為你的人生很多時候是 老天爺在決定的 不是你自己決定的 所以我們曾經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規劃跟期待 是 老天爺要再去決定嗎 當然 全家 那時候的想法很簡單 一來讓自己稍微沉澱一下 休息一下 然後再靜修一下 那另外最主要是 就是我們很期待讓孩子在很自然的環境 把語言這件事情學習好 這是你家沒講過 我會答應這個文燦市長和這個小英總統 很關鍵的就是說 第一我覺得這是一個責任 也是一個使命 也是一個榮耀 第二我自己也是這樣的一個角色 我也在找好的人才 我覺得我沒有資格可以對別人說 我不要 因為我是受人民所栽培的 那我有了這樣的經驗 而且人家是肯定你才會來邀請你 那我自己覺得 那如此的話 那黨徵兆 我沒有這個說布的權利啊 我當然要這個承擔 所以那時候我在選隊會 他們開完發新聞稿之後 我的臉書是寫了說 責任來了就用於承擔 我們做政治工作 你既然要下了這個決定 那人家對手一定會有很多對你的質疑嗎 那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好特別擔心的 但是我必須要澄清啊 我和韓市長是截然不同 我很努力的去做我這份工作 我也做了七年半以上的時間 而且呢2014年我提出的證件 我可以說90%我都實現 大多數還沒有完全完成的 但也都已經啟動了 甚至於我還爭取更多 為什麼我覺得 沈慧紅是一個適合接棒的人選 因為他是交通專業 他過去服務公職30年的時間 就是都在交通領域營業 而這次正是這個城市所需要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交通是很專業的事 交給專業的來做 那不管未來我們的大新族輕軌 或者是五陽高架向來延伸 或者是這個大車站等等的計劃 他都最熟人 那他來做我覺得是最好的 那另外他有幾個特質 就是說為什麼我當時會選他當副市長 就是說他女性展現出來的那種溫暖 還有那種同理心協調力 其實是過去我自己 我覺得我自己沒那麼足夠的地方 所以我請他當副市長 幫我做了府會的折衝 我請他當副市長 幫我去社區跑活動 那他因為口才好 這個嘴笑八笑 長輩都很喜歡他 那當然就對我們的市政 就是正面的價分 那另外再來就是說 他是一個很堅毅堅定的人 這很簡單 你看他 一個公務人員 願意來承擔選舉 你就可以知道他人格特質 是一個非常有團隊責任感的人